大家好 之前我们了解了诸几次的重要性机器 在加密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在这视频里 我们将学习加密行业的最佳时间 以及如何通过遵循一些基本准则 来确保我们的加密资产安全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最常见的技术 关于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加密资产 首先 在投资任何加密平台之前 您应该彻底研究起安全措施 监管和柜行 以及在详页中的声誉 您可以阅读评论 检查过去是否有任何安全漏洞 并确保盖平台有保护用户资产的良好纪律 其次使用枪密码和双因素认证 为了保护您的账户不受违禁授权的访问 您应适用独特且复杂的枪密码 例如您应避免用一被踩到的密码 如您的名字或生日 并用大写、小鞋字幕、数字和特殊字付诸合 双重认证为您的账户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安全层 要求您在访问账户之前提供第二种形式的验证 例如发送到您移动设备的代码 您也可以将加密资产存储在冷钱包中 这是不联网的吃线设备 这种方法通常受到想要长期持有资产的投资者的青睐 这降低了他们资产在黑客或网络攻击中被盗的风险 骗子可能会通过发送 似乎是来自真实平台或权威机构的加油件或消息来针对你 他们可能要求提供个人或财务信息 或引导访问不良网站应用 始终检查您收到的邮件是否来自正确地址 如果收到随机电子邮件 请避免打开兵电机邮件中连结 在填写您的评举之前也要仔细检查网织 如果发现任何可以支出理机关笔连结 另外最好为您的加密货币投资 使用单独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 以避免此类掉于电子邮件和消息 另外记得保持加密应用更新 可帮您放网络攻击和奇诈 黑客和骗子不断尝试利用 加密软件中的漏洞和漏洞来窃取您的金钱或信息 通过定期更新应用 您可修复任何安全问题并领先威胁 另一条件亦是避免使用公共WiFi 并使用客信VPN服务 公共WiFi网络通常不安全 依照黑客和骗子攻击 他们刻拦截数据 且去密码或用恶意软件感染设备 为了保护自己面受公共WiFi影响 应用VPN 避免用公共WiFi防温加密货币平台 必要使用可信VPN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 安全存储您的重资端余 我们一知 安全存储重资端余 是保护加密资产和身份免遭黑客和骗子侵害的关键 它还可以帮助您在丢失或顺批设备的情况下 访问您的钱包和资金 你永远不该降这几次 存储在任何连到望的设备或应用上 如你的手机、电脑或运服务 相反 将器械在一张之上 并将器械放在方或方水的容器中 如保险箱或缩响 或者你可以将器械处在U攀 并锁在安全地方 总之 在此视频中 我们探讨了一些抑郁遵循的提示 可帮您避免加密世界中的诈骗和黑客攻击 接下来 我们讲了解区块链认识 流动性黑客和这些道德问题 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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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